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5号 昨天的A50上涨了2% 非常大 但是我们这边开盘的时候 由于近期A50一开盘就开始下跌 今天也没有意外 所以属于高开低走 收了一根看似是阴线的小阳线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今天看起来是阴线 但实际上它是阳线 这根阳线它最大的好处 最大的作用 就是降低延缓了 原本非常猛烈的下跌的速度 上升指数前面的26天都没怎么跌 跌到初吨化的一天 差不多3.7%左右3.6%左右 就26天跌了3.6% 结果这三天 一加速 吨化就消失了 以后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加速会干掉一切动画 加速会干掉一切动画 钝化消失了之后 短期之内是不会再有动画的 大家看那个DF值 今天往回收了一点点 首先它的完全收回去 收到零周以上 出红角线 然后再下 才代表两个峰值的比比 所以如果日线要是想出现红角线 预计这个反弹至少得持续5个角线左右 然后还得再下 才会出现日线级别的 底部的动画 从急跌到缓跌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所以我们不排除它会有 坚底的可能性 不排除 但是呢 坚底也无从应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昨天说啊 两周之内是不存在 确定性好的地点 也就不会再满仓买入 就不想着再买了 能理解的答异 而且这个急跌呢 好的 而且这个急跌呢 导致价格到达趋势的距离比较远 30分钟 90分钟的底部结构已经不够看了 我们再看一下120分钟 120分钟也是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MACD的绿角线迅速收短的这个过程 但是它必须得收到零周以上 然后再下 所以呢 这个近期是需要这个反弹的 这个反弹不能太短 你像今天一天感觉是不行 如果明天跌下去了 这个绿角线 它又开始放大了 它不形成敦化 所以这个反弹呢 连接急跌到缓跌的这个反弹呢 我觉得怎么也都五天左右 五个交易日左右 它这五个交易日 它不具备可操作性 它只是用来连接急跌到缓跌的 其中的这个反弹 好吧 这上纸说 我们看一下生成纸 生成纸才是我们近期要观察的重点 因为生成纸如果动画消失了 我们的还要继续减仓啊 还要继续减仓 今天呢 生成纸出现动画加9 那么昨天我们也说了 如果这个9是阴线 是在收盘价格最低 9有效果 但是动画消失了 动画消失了之后呢 9又不能单独用 尤其是在急跌的过程中 假如说动画没消失 像现在动画没消失 这个9呢 它就不在低位 今天这个9肯定是不在低位嘛 低位在7 低位在8 9 10都还好 低位在7 所以效果一般 这是昨天说不要理这个9的原因 好吧 不要理这个9 生成纸 然后我们再用模拟K线做一下 明天什么时候会动画消失 9473 9473点 9473点 虽然说明天不消失的概率仍然是更大的 但是它要比昨天的动画消失的标准 位置又高了 就是昨天动画消失的点位要比今天的要低 所以呢 从未来的角度来讲 动画消失的概率依旧很大 按照规则 如果动画消失 我们应该减仓 动画消失代表短期之内不会有新的动画 可是呢 现在不能减 因为如果它不是阴线 它阳线的话 很有可能就结构又再次形成 再次形成的话呢 我们只是不满仓 但是持有的仓位就没有必要卖了 能理解的答应 明天低一下低10 低10跟9一个原理啊 它不能低于7代表9的序列不行 低于7代表结构没有了 动画消失了 对不对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跟昨天那个一样啊 所以现在来讲呢 这个生存值 生存值未来两天就有结果了 你不用想太多 那不过超过两天 基本上就是明天或者后天 周四或者周五 要么就动画消失了 要么就结构形成了 因为它DF值 它已经跌到了跟前期的地点十分相近 它没有波动空间了 往下可能跌一点点就动画消失 往下长一点点就结构形成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用猜 它到底应该动画消失还结构形成 反正动画消失我们就减仓 结构形成我们就持故 不存在加仓了 好吧 这波急跌把上上线指数的这个日线的底部动画给跌没了之后 不存在加仓了 这挺可惜的是吧 这前26天都不跌 最后三天 一共29天的话 最后三天下跌 多坑人 上线指数日线底部的动画不常见 这波呢 有六大指数 有五个指数有日线动画 一个指数有周线动画 对吧 周线动画轻易不会消失的 那么对吧 这么多的指数 它就把这个指数协调性和周期级别比较大的 就挺关键的一个给跌没了 但你最终还是要尊重市场 好吧 你不管是市场怎么走 它永远都是对的 我们要尊重这个市场 那你如果尊重这个市场的话呢 就按照规则来 跌没了 那就是没了 消失的就要减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周线动画的协调性就不好 上线没有 创业板消失 深长值有 但是它很脆弱 级别很小 固扇300 可能级别稍微大一点 所以它的 它的协调性不好 双十英有活动吗 有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还有机会吗 等于走一步看一步吧 好吧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今天等会跌一年 从过完春节 股市就像 吃了歇药一样 一歇千里 好 一群结果的 到今天为止跌一百八十天了 一百八十天 近期反弹的概率很大 但是近期的反弹 不具备可操作性 它不是上涨 它不是转折 它只是反弹 并且还无法判定反弹的空间 有的时候反弹的空间大也行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 九十分钟的底部的结构 对应了一个八天的上升 反弹的空间大也行 空间时间都不确定 只不过呢 就超跌之后 市场有修正 连接急跌到缓跌 是要出现一个反弹 这个时候不出现 将来也会出现 那这个反弹呢 不管什么时候出现 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观望为主 好吧 因为八个天的下跌 很少见的 但是还是要尊重市场 市场这么走 我们也得尊重 所以呢 如果动画消失 是要减仓的 好吧 做好减仓准备 年前没有恰饭行情了 有减肥行情 吃不上饭的行情 有时候吧 想减肥吧 是吧 晚上饿的时候 不能想吃什么 也不能看什么短视频 是吧 别人在那吃东西 你看那个电视剧 别人在那吃东西 你也会饿 昨晚半夜一点 上厨房找了三个 浑像馅的包子 好久都没 晚上饭都不吃得特别饱 但是昨晚就没忍住 来了三个浑像馅的包子 吃了杯饱 半夜一点 对半夜一点 老师是个非常客观的人 有时候又想听 老师主观的看法 看法其实是有 但是最终呢 还得服从客观 所以说看法 它就不重要了 你能理解过 它就变得不重要 不那么重要 我最近最近那些天 就昨天晚上 这个对吧 看这个短视频 看他们吃东西 然后想起来 厨房还有剩包子 晚饭吃剩下的包子 来访 这家做的 这家包子 这家蒸的 已经电成这样了 它剪毛线 你要按规则来 好不好 你要按规则来 不要有情绪化 市场涨跌都很正常 位置是很低 但是如果到了 减长的标准 依旧要减长 上面有趋势后航 你也不怕加不回来 但是你不操作 那你在学院区的 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 你来这儿 就是为了学习规则 按规则做的 规则成不起你 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多年了 规则不会 不会负你 只有你负规则 它不会负你 好吧 观众吃面 老师是观众吃包子 对不起 我开着等吃了 吃了杯香 配合着冰绿茶 追着剧 动画片 一人之下 和豆河桑 看完了 豆河桑桑 五六年七万年 才能看完 这个动画片 现在正在看 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 看到一百集 第一百集 然后看了一眼 后面还有死 两百多集 还行是吧 那个 活跃人者 是六百多集 这还是 集风策 海贼王 一下来集 是吧 多罗大陆 完了吗 他后面没有了吗 也不知道 他那个 二百多集 三百集 后面是不是还有 电视剧 好像没有 特别好的电视剧 这个年初的时候 电视剧真好 一个比一个好 豆瓣评分也很准 也很高 但是近期就巨荒了 所以就追一些原来拍的国产动漫 你不要管设计的规则的问题 竞争是无所谓环境 现在大家面临的市场 若是它已经是定了的 但是比我们惨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有四成仓是底仓 去年的最低点 还有四成仓也不是追高买的 也是在低位买的 只不过这个低位有更低 但第四成仓不能说是位置低了 现在位置很低 然后就不卖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该减仓还是要减仓 好吧 按规则来 一句话就是按规则来 老师为什么不主观在高位减一点 你帮助现在有信心 请问你如何判断高还是低 那前一天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低 那现在来讲有更低 你如何判断高和低的问题 对吧 这是核心问题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有判断的标准 判断不对的要有纠错的标准 那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按标准来的吗 而不是按看感觉来的呀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不 樊城之下 还有个叫什么来的 动画片 评分确实挺高 但是我没有哔哩哔哩的会员 有的是在忙我 我也没有忙我的会员 但是我有优酷的 爱奇艺的和腾讯的会员 年会员 你接我 不用了 我先把这些看完了再说 对吧 我个人觉得呢 当我看完这些剧的时候 就会有先剧 富豪啊 三个会员都有 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就是熬着 你们知道吗 现在就是熬着 开机熬不住 好像太低迷了 什么玩意儿 是吧 这个行情 熬着 开始熬不住 开始把谁熬死 熬死了 我们帮他收拾 下跌如心之 练功收拾 你熬不住 别人帮你收拾 你熬住了 你帮别人收拾 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动画片挺好 第一个呢 他们把现实中不具备的 那个景象做出来 第二个呢 也不用给 把角色骗丑 是吧 自己创造一个角色 零骗丑 让他干活的就给干 还不存在情绪 耍大腕的一种行为 博卖啊 国产的漫画 越来越好 制作越来越精良 那就投资几个国卖的上市公司 轮不到咱们 输业有专红 各个行业都有各个行业的渠道 好吧 轮不上咱们 它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个大IP 在过去就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已经有很多的受众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改变了国卖 好吧 恶人转机特别好看 回头看一看吧 老家只是含蓄啊 原来也有一阵点追美剧 现在追的有点剧黄 现在如果有钱可以收拾了 那凭什么 首先你得问凭什么 你想买 好 这是你的想法 但是你为什么要买 你买入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理由就不能买 好吧 不能凭感觉交易 这是打击 我们虽然说像今天的行业 不要折磨人 但是我们没有乱了章法 我们没有坏的规则 我们依旧是交易有技可循的 有规则可循的 好吧 斗罗大陆呢 他说呢 就比较是属于那种 后面因为我没看到后面 前面的就剧情比较拖沙 没有多佛苍穹的前面的好看 但多佛苍穹就属于那种 是吧 属于那种 你都知道后面是怎么发展的 他们的剧情差不多太多 前面中面后面的剧情都差不多 升级打怪 千亿年二 哎 一时没忍住 他把千亿年后半部给看了 千亿年二可能最精彩的应该是 大洞山之战 还有那个就击杀击杀击杀击地 但是最精彩应该是大洞山之战 击地打败三大洞师 就没有更精彩的 后面就一般 二那个什么了 二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杀青了 杀青了 好吧 千亿年二 耐心点吧 耐心点 现在就是行情就是熬着 然后呢 少想 少想很重要 做正确的事 然后少想 没事的时候 触触剧 看看新闻 刷刷短视频 少想正确市场 要不然你就越熬越痛苦 你就别把别太把他当回事 你就做正确的事就完了 这是最好坚持过去的方法 多则祸 少则明 熬着跟持有 不是一回事 不是说你这对吧 你就死扛 不是一回事 熬着呢 就是说不管行情怎么走 我们都是按照规则来 这就是熬着 行情低迷 你守规则守得挺艰难 这就是熬着 好吧 那不是说让你吃 对吧 那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不多讲了 重新再总结一下 上任指数 动画消失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昨天说成两周 是吧 可能还比这个还要长 是不会再有 确定性好的地点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至少半个月 是不会再买了 伸展指 动画是否消失 决定我们是否要再继续建造 而且未来本周之内 大概率就会有结果 减还是不减 好吧 然后就等结果就行了 也不用多想 然后市场内 下跌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尽量控制好情绪 因为如果让市场的波动 影响你的交易操作 以及决策 说明你还没入门了 甭管你学了多长时间 甭管你交易了多长时间 甭管你有多大的资金 心随市场波动而动的人 就是没入门了 专业就是一种控制 交易是很随性的 很放纵的 但是专业的交易 就是一种控制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